大家好,现在冬天已经过去了一大半 准备要到立春了,还有十来天的时间 那么家中养的月季赶紧把它拉出来 把这几个操作做一遍 那么到了春季之后就能够收收的冒大花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先给它松一下这些盆土 用这个铁耙子来把它盆土表面的这些土壤全部刮松一遍 那么它就能够生长在一个比较松软的环境里面 这些土壤松软了之后对这个月季的生长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所以现在赶紧用这个耙子把这个土壤给它爬松一遍 好,现在土壤已经爬松了 要给它进行第二步操作 就是给它补肥 把肥料补上 那么月季到了春季之后就有充足的养分去吸收 然后就能迅速的冒花芽了 现在给它补肥最好是用这种农家肥 这种干羊分它的粗纤维比较多 扎到盆土里面不容易出现板结 还能够起到疏松这个盆土的作用 而且还能够源源不断的给这个月季提供养分 所以现在用这种农家肥是最合适的 我们把它倒到这个花盆里面 再给它搅拌一番 因为刚刚已经把这个土壤拌松了 现在把这个羊分给它拌均匀 让它充分的吸收到里面的养分就可以了 第三步就是要把它一些多余的枝条给它修剪一下 尤其是一些在冬季已经消耗了很多养分的枝条 给它修剪一番 那么这些枝条它的养分已经消耗很多了 那么在后期它想要开花的话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这种枝条我们一定要清剪一下 让它们重新冒出更多的嫩芽来 那么后期开花才会旺的 所以修剪这一步也不要落下 那么这三步操作过后 这个月季就能够迅速的生长 到了春季气温一来了 它就能够收收的冒大花了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